大家好 欢迎收看旅行适用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最近长时间在电脑前久坐身体上感受到了极大的不适 于是我就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 现在我是站着办公了 效率特别高 因为自己可以感受到要是再不赶紧做完的话 真的就站不住了 所以说您要是长期做后期的话呢 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 站着办公和使用Tourbox可以缓解腰部和手腕的疲劳感 特别是重复操作特别多的那种后期工作 我呀平时每周要修上千张的照片 舒适的工作方式呢 可以减少这种疲劳感 加快效率 当然呢也希望今天这个后期提高质感的教程 搭配Tourbox的便捷操作 能够让大家更享受修片的过程 想要最大化的将一张原片的潜力挖掘出来 在拍摄的时候啊 就要选择RAW格式 这是在城市建筑和日落夜景的拍摄时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 那如果您喜欢直出的胶片色彩 在保存的时候 我呢也会推荐您选择RAW和JPEG这两种格式都保存 这也算是多一种选择 多一种保障吧 因为我呢 经常是一拍高兴了 就全都忘了 没设置 回家一看 全是JPEG 傻眼了 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是在RAW格式的基础上 在后期的时候可以让照片在立体感和质感上得到最大化的提升 下面演示的这些操作过程呢 我使用的是Tourbox的十字快捷键和旋钮 在参数调整的时候呢 单手就可以解决 所以当您看到界面当中 我的鼠标虽然没有移动 但是参数是在变化的 就是因为我用了这个Tourbox 您在调整的时候呢 直接用鼠标去拖动那些参数就好了 先来说说亮度对比吧 顾名思义呢 就是利用光线的明暗差别 让物体看起来立体感更强 当有光照到的亮部和阴影位置的暗部 达到了很大的差别的时候 物体呢 会看起来要更立体 相反呢 当光线不好 亮的地方不亮 暗的地方呢 也不是很暗 物体的立体感呢 就会丧失 所以天气不好 阴天和下雨的时候 建筑的立体感呢 会相对来说看起来要差一些 但是在Lightroom当中呢 我们可以利用那些控制明亮度的设置 来增加这种对比感 例如在基本设置里的色调设置 其中对比度数值啊 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设置 拉大照片当中所有明与暗的对比 可以看到随着调整照片当中所有暗的地方变得更暗了 而天空中这些高光和亮的部分呢 就会变得更亮 通常啊 这种简单直接的操作相对来说呢 就会比较的粗糙 与对比度参数相比较来讲要更精准的操作呢 就是利用高光阴影以及黑白色阶设置 那单看对比度所影响的范围呢 通过直方图就可以看出来 它基本上呢 只影响了直方图左右两端的曲线 也就是非常亮和非常暗的曲 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lightroom的隐藏操作小技巧 当您把鼠标放到直方图上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鼠标会变成这个样子 并且呢 直方图左下角会出现相对应的设置名称 从左到右呢 分别是黑色色阶 阴影 曝光度 高光 白色色阶 如果在直方图里边啊 按下鼠标 就可以直接调整相对应的参数了 这和直接拖下边的参数呢 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我想要降低阴影 将这个鼠标移动到直方图曲线里边的阴影位置 然后向左拖动 可以看到下边参数里边阴影设置呢 是在变化的 所以啊 通过这种方法 您可以直接在直方图里边去拖 想要调整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的光量太多了 那我直接调整 也就是降低了高光 那组合搭配高光和阴影 黑白色阶这四个参数呢 可比单纯的去拖动对比度啊 要更精准 可控性的更强 通常来讲呢 就是降低高光 稍微的提升一点阴影 可以看到左侧的楼和树干以及石头 阴影的部分呢 都获得了一些提升 那么提高白色色阶 降低黑色色阶 拉大亮与暗之间的对比 对比原片和仅仅是调了这四个参数的照片之后呢 您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的立体感跟质感 其实和之前相比较来讲已经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除了这四个参数呢 色调曲线当中啊 还有另外的四个参数 可以更进一步的增加照片的对比度 从而获得更好的质感和立体感 有的时候在高光和阴影设置里边啊 已经调到了极限 比如说高光经常被拉到-100 那它就已经到头了 没有办法再调了 进入到色调曲线里边来降低高光 发现高光仍然可以继续的被降低 在光比比较大的案例当中呢 色调曲线就会变得特别的有用了 在色调曲线当中呢 继续降低高光 提高亮色调以及降低暗色调 稍微的提高一点阴影 恢复一些细节 可以看到使用色调曲线前和使用色调曲线后 那么在对比度上面会有一些略微的提升 说到明暗度对比呢 其实颜色的明暗度对比呢 也是会对结果有很大影响的 那在HSL颜色工具当中的明亮度设置 可以将主体和背景的颜色拉开对比 同样可以获得很好的立体感的提升 比如在这里我降低蓝色的明亮度 可以看到天上的云都是属于蓝色的 所以降低了蓝色的明亮度 天上的云层就会变得立体感要更强 在基本设置当中呢 有个偏好设置的分类 也就是纹理 清晰度 取朦胧 鲜艳度和饱和度 这五个选项 其中纹理和清晰度设置呢 很迷惑人 刚接触后期的小伙伴呢 可能有点搞不清楚他们的区别 纹理啊 是用来增加细节的很好方法 特别是建筑纹理 或者是不同材质的材料的那些纹路 想要让他们的细节更突出 更有立体感的时候呢 添加纹理参数就对了 像这张照片当中 这些鹅卵石其实都是纹理 如果添加纹理参数的话 您可以看到这些石头是不是变得更清楚了 而清晰度的调整范围呢 要比纹理更大 它不仅影响着纹理 还影响了整张照片当中 所有物体边缘的明暗对比 增加清晰度呢 可以看到阴影部分变得更暗了 它呢 和对比度参数最大的不同是 对比度设置会降低暗部提高亮度 看直方图中 两侧的曲线变化 说明曝光呢 是向两侧移动的 明暗都有 我加大一圈对比度 照片当中本来很亮的天空和水面呢 就会变得更亮了 而阴影的部分呢 也变得更暗了 而清晰度设置对物体边缘暗部的影响呢 要更大 可以看到调整的过程当中啊 直方图曲线呢 都是在向左移动的 黑色色阶和阴影的部分呢 曲线都在向左移动 照片当中所有物体的阴影都会被夹中 而高光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变化 中间有少量的曝光在向左移动 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清晰度效果 由于对比度和清晰度的效果所影响的范围呢 稍微有那么一点重叠 但是有各自有各自的优点 所以搭配使用呢 是最佳的 我比较倾向于添加少量的对比度 来控制整体的亮度对比 再利用清晰度来控制边缘对比 增加立体感 利用纹理参数来强化材质的细节 这种方法呢 很适合城市街景 日落的照片 提升细节的终极手段就是锐化 在Lightroom的细节工具当中 锐化是后期时我最常用的细节增强工具 数量参数呢 我通常控制在50以下 避免过度的锐化 带来更多的噪点 锐化呢 会给照片当中所有的物体边缘 带来非常强烈的对比 所以这个半径参数呢 指的就是这个边缘半径 可以看到半径数值从0到3.0 这个数字的单位呢 是像素 也就是锐化边缘的范围有多宽 避免过度使用的话呢 我会控制在1到1.5之间 除了边缘被锐化在物体上的那些细节 仍然可以在这里边呢 再次的被加强 不过呢 也不建议加的太多 依旧会带来很多的噪点 蒙版设置是用来去掉一些不该被锐化的区域 例如我想要锐化建筑 但是并不想影响云和天空 添加蒙版呢 就可以智能的去掉这些区域的锐化效果了 以上介绍的这几种提高照片立体感和质感的方法 希望可以为您的后期技术带来提高 搞清楚每个参数的具体用途之后呢 根据不同的照片情况快速的调出满意的照片效果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和Tourbox为您制作的 后期训练营系列教程 我是艾迪 提升照片质感比您换台相机呢 要来的更直接 还不要钱 而且很有乐趣 感谢Tourbox提供完美舒适的后期操作解决方案 欢迎关注和留言给我 咱们下期见